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晚XYG三比一赢了老干爹 终于拿到了第二轮的首胜 但比赛后风君教练仍然受到了质疑 这场比赛XYG赢得很轻松 第一局9月的菊又金 直接单人投加赢下比赛 第二局也赢得很轻松 第三局XYG拿出了不是很擅长的马和体系 这才输掉了一局 不然XYG很可能凌风老干爹 第四局再次把老干爹碾压了 老干爹这局仅仅拿到一个人头 11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确实有点惨 但就算赢了比赛 XYG的教练风君依然被质疑 有网友发文痛批风君的BP很烂 能赢比赛全靠选手的发挥 而不是教练 风君看到这套评论后 没有选择对喷 而是让这位网友投简历来应聘主教练 自己可以给他当幕后 风君这名教练本来就是从观众习上来的 典型的你形你上的例子 风君当初看不惯其他教练的BP 居然真的当了教练上台BP 活生生把段子合成了现实 只是他现在也遭到了别人的质疑 不过这种程度的质疑 只需要拿出成绩就行了 轻松就可以堵住喷子的嘴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XYG大比分赢下老干爹呢 好